小小蝦 不要這麼遠了 讓你再後退一點 讓你再過來一點 靠中間一點 好啊 開始喔 開始 嗨 今天要叫蓮霧幫我保這個 一個霸彎子頭 然後我會先簡單的教學一次 然後再請他綁一次 嗯 就是綁這顆頭喔 好 好 那我要教 那你要看喔 好 先把它拆掉 你有什麼臉 那你覺得你等一下會成功嗎 應該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綁啊 那你綁馬尾會嗎 不會 好好好 先這樣 然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 頭頂上面的頭髮 好 隨便教他們 就是把這些頭頂上面的頭髮 先抓起來這樣一束 嗯 ok 然後再用橡皮筋 就是綁一個簡單的馬尾 把這些小束綁起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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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馬尾 一樣 把這個馬尾 綁在頭頂的正上方 嗯 欸 然後呢 又把整個頭髮拿起來 嗯 就是這樣輕輕的轉 蛤? 輕輕的轉在哪裡 就是 你不可以這樣太用力這樣轉喔 嗯 就這樣我們這樣抓起來 然後 往後 就是輕輕的轉 然後它 有一包在頭上 嗯 這樣 倒起來 然後再拿出另外一個橡皮筋 綁在 第一個髮圈的上面 嗯 就把它固定起來 這樣 嗯 然後再稍微微調一下 可以拿這種小夾子 嗯 小毛夾 再固定它 所以我們就 調整一下你想要的 包包的形狀 嗯 然後再用小毛夾夾起來 然後固定起來就可以了 最後再抓一下 頭型 好 這樣就完成啦 耶 耶 謝謝大家 是不是很簡單 OK 嗯 那你會嗎 不會 你剛剛不是說很簡單嗎 好不好拆掉 然後你再做一次 拆掉 我給你 我給你 你的臉不見耶 好好好這樣 要先幹嘛 要先抓 先把頭髮 就是這樣 先抓一塊 先抓一個 對 對 把它抓起來 這樣 關不到耶 那個螢幕裡我好遠喔 先抓 先綁一個馬尾對不對 對 先把這個小 綁一個馬尾 好 有 好 好了 然後把它往前拉 就是要用頭頂喔 那個 碰碰的 欸 你在幹嘛 就往前拉嗎 就是這樣喔 他只要用眼鏡拉到這 趕快往下拉 喔 往下拉 對 它會緊 這樣 它有在頭頂正上方嗎 應該有 好 然後你再把它 繞圈圈 繞圈圈 對 對 繞圈圈 不能太緊喔 不然它會不會 不好看 就是要點蓬鬆的 丸子頭 它有打結喔 不用打結啊 把它繞在一起就好 把它繞在一起 嗯 要沿著中心點繞 好 我覺得你學會了 大家就學會了 對不對 應該是喔 我這樣是不是很聰明 螢幕裡我好有 繞完了 綁起來 你在搞笑嗎 你不就 繞一圈 就綁在第一個 把它固定起來 我看你媽好 我先去前面看 這樣 好有藝術喔 好像也可以 那你再用 你再用那顆小黑夾 夾起來 把它抓成你想要的 形狀 可能就再遠一點 就在那邊 就是 可能把它固定起來啊 把你 就是塑造成你想要的形狀 它有一隻不妙的話 它說爆炸啊 它說爆炸啊 這個這個這個 這邊再把它收起來就好啊 這就是那個什麼 金玉其外敗蓄其內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 很正常 嗯 但其實很鬆欸 很鬆 可是好像咬一咬它就會掉欸 是嗎 感覺 你看 這我不知道夾哪裡 你覺得這樣很完美了吧 而且你的夾子凸在外面欸 好了嗎 設計師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啊 等一下 我們主要拍一張設計師的照 好像在我旁邊 我要先做Ender好了 我正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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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臍 earlier azzle 好掰 掰掰 好 自我介紹 嗨 大家好